今天總統就警告了 如果南韓這麼做 俄羅斯就可能提供 先進武器給北韓 這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交給惠雲 好 沒有錯 現在看到南韓總統尹錫悅 他在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 暗示說 如果俄羅斯還有烏克蘭的情勢 發生了國際不容 像是平民遭受 大規模攻擊的事情的話 那麼南韓這一方 他們就考慮 可能會提供給烏克蘭 人道援助以外的軍事援助 如果這樣會發生什麼事呢 當然烏克蘭會非常的高興 那相對的就是俄羅斯 會相當的火大 那麼也看到了 俄羅斯的前總統梅德維杰夫 他就因此就怒嗆說 如果真的敢給武器的話 我們也可以把武器提供給北韓 是發出了這樣子的威脅 不過第三個層面要看 就是其實這一番發言 剛剛好就落在 影席域要到美國 進行國事訪問之前 那麼他也知道說 美國在烏克蘭的戰事上面 已經做出了很大的軍援的貢獻 所以現在他說出這樣話 是不是代表說 更加的貼近美國 和美國站在同一陣線 這個也是接下來要觀察的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在國會演說時表示 他對台海緊張忧心忡忡 認為台海是美中關係 最危險的衝突點 李顯龍為何會有這樣的論述 再交給惠雲 好 沒有錯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向來對於美中的局勢 還有台海之間的 這個角力平衡 他都是相當的關注的 那麼近年來也不是第一次 他聽到他說 他對國會來談到台海局勢 那麼這一次他最新表示 他認為美中關係之間 最危險的潛在衝突的熱點 就是台灣的問題了 不過他也講到說 這個就是因為現在 美中之間互相懷有敵意 所以很容易增加誤判的風險 那他也認為說這樣子的敵意 短時間是很難消化的 所以他呼籲美中之間要持續的保有溝通的管道 要來繼續的修復關係 那麼一點一點的做也是好事 這個是新加坡的呼籲 那麼李顯龍向來都是很關切這類議題 在這一次的演說當中 他也以好朋友稱呼中國大陸 那麼以老朋友來稱呼台灣 那看得出來新加坡在整個台海關係上 向來都是有扮演比較特殊的角色 包含像是之前馬錫會的場地 還有在於整個兩岸關係的發展上面 他都是佔有比較特殊的角色 但是李顯龍這次呼籲 那當然也是希望這個衝突 或是這個潛在的危機 可以透過對話外交的方式來化解 謝謝惠雲的深度分析 接下來焦點轉到美國 兩名華人被懷疑設立秘密警察站 遭到紐約的警察逮捕了 CNN公布疑似是中國大陸間諜的照片 認為大陸公安在海外設立秘境 負責監候大陸一億人士 穿著個文襯衫 這名斯文的大陸男子回憶 去年白紙革命爆發 他被大陸公安殘忍對待 經歷人生中最難熬的一分鐘 要大家別相信中國政府 這些異議人士逃亡國外 不過現在傳出大陸 在海外偷偷設立秘密警察站 有兩名華人遭紐約警察逮捕 海外秘密警察是否存在大陸政府駁斥到底 有關的說法毫無事實根據 根本不存在你所說的所謂的海外警察站 不過CNN公布這些被視為間諜的大陸特工照片 也有越來越多人站出來說 就算逃到美國還是有秘密警察在監控海外的異議人士 不只美國 荷蘭跟加拿大也有全球好幾百位 大陸秘密警察在各地活動 他們會假裝協助你在海外生活 其實都是在監視這些異議分子 TVS新聞綜合報導 現在線上跟我們聯繫的是國防院軍事戰略 暨產業所長蘇紫雲 黃海軍演之後 中國海事局再發航行警告 大陸今天早上9點到下午3點 在廣東省珠海口部分的海域軍事演習 我們可以看到中共近期接連有軍演 又可能有哪些動作呢 請教所長 是 主播我們可以知道 中共最近的是一些動作頻頻 這個是非常特別的 因為雖然說4月23號 也就幾天之後是中共所謂的海軍節 他們有一些就是開放船艦 或是基地參訪活動 可是從他目前所公告的一系列的 所謂軍演從黃海一直到 就是南海 也就北部 東部跟南部戰區的 這個相關的海軍基地附近 都有些軍演 或是所謂的重大軍事行動來看的話 其實是有一些特殊的目的的 當然就是第一個是針對G7這些外長會議 他可能就是擴大平台的言論 第二個也就是美國的軍艦 這個迷離24號穿越台灣海峽 所以他刻意的就是表達一些不滿 第三種就是來轉移他內部的一些 經濟的這些危機 因為雖然說第一季度 中共他的經濟恢復了 成長了大概4.5% 可是很清楚了 結構性問題還是存在 特別是他的負債已經來到273兆台幣 接近他GDP的一半 接著就是他的失業率總比來到5.1% 青年的失業率來到19.6左右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不能排除他就是藉由這些外部的 這種展現肌肉方法 想要轉移內部的一些的不滿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就像剛才婷婷所說的 中共這些軍演 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在4月份的時候 其實是中共一個軍演的熱區 例如說現在山東號航艦 還在就是菲律賓海 就是台灣東部外海的一帶活動 依照我們的統計 這幾年來 中共航艦不管是遼寧號 或者是山東號 他比較活躍的季節 都是在4月跟12月 也就是春季跟冬季的時候 因為這時候海礦會比較適合 他們做一些操演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想中共他這些 就是藉由軍事肌肉展示 就是一方面是作為他軍事的訓練 二方面當然就是 可以轉移內部的一些不滿 第三個可以對外部 傳遞一些政治訊號 不過我想中共當局 還是要就是審慎的去評估 因為他這樣子做 其實是反效果很大了 首先就是無助於 台海的和平跟穩定 第二個既然他就是想要經濟 可以快速復甦 但是他用這種秀肌肉方法 反而坐實的中國威脅論 會讓歐美的市場 就是離他越來越遠 畢竟他一年從美國 賺4000億美金的外匯順差 從歐洲賺了大概將近 2750億美元的外匯順差 所以他這樣做 反而是反其道而行的 其實就像剛剛 我們看到新聞中所說的 這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 他就很有政治智慧 說大陸是好朋友 台灣是老朋友 所以從這角度來看 我想對話會好於這一種 就是軍事的恫嚇 我們可以看到 美軍也有揭露 共軍很有可能將在東部戰區 部署超音速無人機編隊 其中採用中共自行研發的 無針巴無人機 對外是號稱飛行速度 是全世界最快的 想請教所長 這款無人機真是如此嗎 可能會對台灣造成哪些影響呢 是 主播我們可以這樣看 就是無針巴的確是中共一個 比較新銳的無人機 不過嚴格講 他算是一個火箭機 也就是他用火箭推進 並不是傳統定義由內燃機 不管是噴射或螺旋氧推進的 這種無人機 也就是他不是一個所謂的這個 我們稱為就是會呼吸的飛行器 他是用火箭推進 第二個他的概念 其實一點都不新 是在60年代 美軍就採用了 當時稱為D21 D21型的無人機 是藉由B-52轟炸機搭載 然後從空中發射之後 自主導航 再去進行一些拍照等等的 第三個中共的無人機隊 的確是比較完整 目前就是除了翼龍跟彩虹系列之外 無針7 無針8 算是先進了無人偵察機 此外還有攻擊11型 這個無人的攻擊機 這是值得我們去特別注意的 因為後面三款具有高速 還有就是逆中的一些效果 第二個他的技術特性 我們可以看 就是號稱就是會超過5馬赫以上 也就是一個高超音速的飛行器 操作的高度大概在5萬公尺 或者是到甚至會到1萬公尺 就是卡門線邊緣 他的運作方式 從公開資料來看的話 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 他機背有兩個掛鉤 這個掛鉤很明顯 就是有給飛機做搭載所使用 第二個 他尾部的推進器 是兩個火箭構型的一個噴嘴 所以他的操作方法 應該就是由轟六轟炸機搭載 爬升到一定高度之後 釋放出來再點燃火箭 向上空就是爬升 接著到達指定的高度之後 就改為滑翔 一路滑翔下來 盤旋回他指定的基地 藉由他這樣飛行的路徑 也就是外媒所曝露出來的 就是到八字型的路徑的話 就可能對第一島鏈外圍 也就是台灣東部外海 可以提供這種即時的影像情報 也就是作為衛星的輔助 因為中共目前算是第二大的太空強國 有500多枚的衛星 可是如果說他要反制這種 水面的機動部隊 也就是航艦戰鬥群的話 這種real time 也就是戰場即時的情報 對他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至於說他在戰術上 實際的影響應該這樣講 第一個就是提供這種 即時的戰場情報 給他所謂的反拒指的部隊 就譬如說火箭軍 或這種東風21的航艦殺手去運用 來即時更新敵方的 這個水面艦隊的這個 就是坐標位置 第二個操作方法 就是在必要的時候 他可能就把這個 就是偵測系統更換為 就是高爆彈藥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窩黑 這種彈頭 進行自殺 自熱攻擊 不過相對的 我想大家也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美國海軍的這個神盾艦 標山飛彈是可以攔截 大氣層外的目標 還有就包括薩德飛彈 也是可以攔截大氣層外的目標 國造的天空山形 也具有類似的能力 所以我想我們保持謹慎 然後就是 國軍會把相關的反制作為 都會列為我們戰術考量 就是可以有效的抵制 中共這種無人機的威脅 以上 謝謝蘇紫雲所長的精闢分析 謝謝你 廣告會 後我們回來看 發放慈善物資 夜門竟然發生了嚴重踩踏 即使九人死亡 這位大戰很快就結過了 何志偉今天早上照常現身 立元持續馬上回來 禮物資